Patriot Act and MAG 我们的日常营业或者是在从业的过程中有交集的 那么我们都需要了解需要知道 所以呢今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有大概有三到四个法案 这个有一些并不是直接针对信贷行业来说的 但是它是有监管道理 那么我们也要对此有多好写定 知道我们要去遵守它 比如说第一个法案就是爱国者法案 就是Patriot Act 这个是其实和我们 它这个法案本身出台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反恐 是打击和限制这个恐怖主义 防止他们能得到资金的来源之类的 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那么对于我们信贷行业来说 它唯一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知道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知道 我们要对于Loan来讲 在Close的时候 每一个客人你要确定他的身份的要求 这个是一般是要至少要有两个ID的 一个主ID一个富ID 这个是这个爱国法案 对我们这个信贷行业造成的影响 就是它要求所有的Settlement Agent 就是过户的公司在Close的时候 要看客人两个ID签字的时候 一个是主ID一个是富ID 这是两个去确认客人的身份 第二个呢是作为我们银行来讲 一块作为我们放款的机构来讲 我们要去核实每一个贷款人的名字住址生日 以及他的assassin social security member 所以说对每一个接款人都是这样 我们要核实这些信息 同时你要确保说他不在那些 比如说FTC会定期出一些list 就是说一些黑名单这些机构这些个人是不可以的 在美国方面他是不可以用美国金融服务的 那这些人是不能在这个list 当中定期去要去核实 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呢 建立一个反洗钱的一个项目 一个机构同时我们要有一个日常的操作 来确保说这些个人的信息是确定了 没有被身份盗用 同时那些反恐的项目上 会定一些黑名单之类的个人或者实体 这些东西是不能不能够从我们这儿得到资金的 这个就是爱国者反而对我们的具体的要求 体现在我们期待行业上的要求 第二个部分就是MAP 这也是个简称了 全称叫做Mortgage Act and Practice 这个叫做Regulation N 就是对应的我们的Regulation 那么它主要针对什么呢 针对的是商业广告 当你做广告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说来建立一个哪些东西可以做 哪些东西不可以做 核心思想是禁止那些 你使用一些有误导性的内容或者材料 来导致客人去做一些对他利益实际不相关的 来误导客人的这种行为 尤其是在广告的行为里面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说简单对我们的下面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Requirement 就是说当你做Mortgage产品的广告的时候 比如说比如我有一个项目 有一个具体的产品 那么你不管是明示或者暗示的情况下 你都不可以提供一些虚假陈述或者是虚假的信息 导致客人有误导性的词语或者是内容 不管你是用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来导致 让客人做出一个不利的判断的时候 这样都是不可以的 要避免在你的广告中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误导信息 来导致客人做出福利于自己的判断 那这里边我们有个定义叫做什么叫做实质性呢 就是英文里面叫Material 就是这个所谓的实质性呢 就是说当你这个提供的虚假信息已经多到 或者是说已经到一个程度让客人足以做一个正常的人 根据你的这些信息做出一个正常的判断的时候 导致的各种错误的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你定义为Material 就是实质性的判断 那么我们核心呢 这个这个法案本身要求的就是说 在你我们任何的广告中 不管你是明示还是暗示的方式 你不可以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误导的信息来判 误导消费者 让他做出一个不证据的判断 这个是我们需要需要注意的 同时另外一个要求 就作为我们的话你实际上需要遵守的就是说 作为公司还是个人你的广告 所有的广告的信息 做出来的广告的文本之类的 都要保自己要保存至少两年 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换句话说 当你被audit的时候要看你的广告的话 你要保存两年之内广告 都拿在你手里才能够去提交其中审核 第三个部分 BSA and AML 这都是简写了针对的不同的法案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BSA就是Bank Secrecy Act 然后AML就是 Anti-money Laundry 这两个法案呢 是或者两个要求呢 都是针对我们作为银行 或者监管机构 跟钱打交道的网友来做的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是为了 这个是主要是要求各种金融机构 来去做 你该做的事情 给你的一些批评 给你的一些责任 你必须要去做的那些事情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项目 或者你有自己的Plan 去防止洗钱 防止出现任何可疑的动作的时候 你要做的动作 你要做的那些事情 举个例子啊 当我们作为监管机构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有任何一万块钱的陷阱 存储的话 我们是要 它会有一个记录 不一定会造成任何结果 但是作为银行来讲 它是一定要有权利的去要去上报 同时呢 也会要求说 我们作为Long Officer Long Automation来讲的话 当你发现客人的 比如说你的消费者 你的借款人身上 有一些看起来 觉得是在洗钱的动作 或者是说跟犯罪有关的动作的时候 有这些Activity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上报 同时呢 你任何它这个定义什么 超过5000块钱 假如这个 他们定义为叫做 Suspicious Activity 你觉得这个有问题 超过5000块钱 那么作为Long Officer 或者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话 你是要上报的 同时呢 你还要定期file这个SAR 就是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每30天都要更新一次 假如说有任何信息的话 要及时跟监管机构去汇报 最后呢 就是说作为银行来讲 你必须有一个你自己的 你必须保证你的SAR 就是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然后要定期file 同时呢 你的Support Document 要保存5年的时间 所有在你这儿 你发现了任何有一些可疑的动作的话 你要报告 同时你所有的分件都要提高到保存5年成点 所以这个呢 相对来讲 对于Long Officer要求就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假如你看到有任何有洗钱啊 或者跟犯罪有关的任何 你在Rainable的判断范围之内的话 你是要及时提供上报的 同时 作为机构来讲 你自己的SAR 就是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要定期提交 同时呢 你要保存好你所有的Support Document 在视频的最后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 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更多的考点和知识点 可以掃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注册 免费领取我们的读书笔记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点赞留言 我会及时回复并且为大家一一解答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交流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